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手术室里 前两天也发生了一件暖心的事 当时13岁的乐乐正在接受手术 举顾麻醉之后 她的情绪有些焦躁 一直小声的哼哼 为了不影响手术安全 护士张慧全程半蹲在旁边 举着手机为乐乐播放动画片 安抚她的情绪 一个小时之后 手术顺利完成 而且这已经不是张慧第一次这么做了 为了让小朋友在手术的时候 放松心情 稳定情绪 他都会用这个医用的手套吹个气球 有时候还给孩子们画个画 几乎每次都能让孩子配合好医生 把手术完成 您看 像这样的医护人员 不仅有爱心 还有耐心 童心 把孩子交给他 哪个家长都会放心